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潛艦國造場動土 蔡英文總統要官民們 大家都宣誓決心 另外也看到 這個潛艦國造的原型 曝光了 有網友說 這個原型怎麼那麼像日本的 是我們超日本的嗎 不會吧 還是說其實我們潛艦國造的水準 已經有國際級的水平呢 不過這條路勢必不好走 請問潛艦國造 我們台灣 什麼可以自己做 還有什麼 必須跟外國技術合作 海軍海湖潛艦 披掛象徵旗開得勝長流期 緩緩開進高雄港碼頭 艦上官兵排成一列 行戰玻璃向蔡總統致敬 為潛艦廠房動筒典禮 助威撞身士 2017年3月 台船海軍跟中科院 簽署合作備忘錄後 兩年多內潛艦國造 歷經朝野預算攻防 和艱困之中 爭取武器輸出許可 如今終於完成合約 準備造艦 目標在2025年 讓原型艦下水 三大造艦主責單位 從基層到最高主管 一向總統宣誓決心 更線上模型 這一刻 國造潛艦外形終於亮相 總統更證實 未來八艘IDS 將部署在台灣東北 和西南海域 加強不對陣戰力 歷經三人元首 沒人完成艦案 潛艦國造 兩年多內抵達新里程碑 如顯蔡政府 對國防自主重視 更要在美國支持 自我防衛下 展現人助自助決心 台灣需要自己防衛 所以這個潛艦國造 是一定要走的路 不過這條路 一定沒好走 其實應有很多 高技術的細節 需要配合 大概如果這樣 繼續走下去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 進階出現 好的 以潛艦來講 說真的 這個事情證據 可以回顧到2001年 為什麼呢 2001年那時候 美國的小部系政府 在當年對台灣 一大筆的軍售包裹 通過的時候 說可以協助台灣 獲得八艘裁電潛艦 那時候美國協助台灣獲得 這個其實就本身很有意思了 意思是你美國自己 要去幫台灣找嗎 還是說你美國要造呢 當然這中間 有很多人都有提出一些看法 也就是說好 如果說你去替台灣找 那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美國出面 跟這些國家去買 那這個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國家 會需要知道 終端使用者是誰 那這個時候 台灣有可能是這些 原先使用這些潛艦 或建造這些潛艦 國家的武器輸出的拒絕庫 像比如說以德國來說 其實德國本身 基本上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不可以銷售 那個武器給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跟大陸之間 是處於一個交戰狀態 那另外今天 在這個廠房動土 這個典禮之中 我們也看到 這個新潛艦的模型出來了 那這個新潛艦的模型 說真的一擺出來 大家就開始來猜測 有點像當初 那個FC-K1經國戰機 等於說原型機推出來 猜禮物了 大家就說 這到底是F-16呢 還是F-18呢 因為上面像F-16 下面像F-18嘛 所以等於說 但是想說 到底是哪個血統的飛機 那我個人來看 我會覺得 它有點像是核毒混血 核是那個日本 毒是德國嘛 日文的那個 Doi嘛 對 毒藝 然後這個核毒混血 但是呢 也有其他的這個研究 沒有台位嘛 不一樣的這個看法 首先呢 你看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潛艦 它本身的這個模型 對不對 第一你看到它本身的這個艦體來說的話 這個艦體它到底像什麼 其實呢 我個人的感覺 有點像是西班牙的S-80潛艦 然後也有點像德國的212潛艦 那繁兆的部分呢 就比較有意思了 繁兆的部分呢 那有人就認為說 它像這個英國的基敏級的核動力的潛艦的繁兆 那我個人來看的話 也有點像是日本的清朝級 不是蒼龍級 清朝級的這個繁兆 就是蒼龍級的上一代潛艦 然後但是它的尾部呢 當然它採用X型的這個尾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大家講過 X型尾多就是說 如果當你這個潛艦需要坐底的時候 什麼叫坐底呢 就是整個船 那個停到這個海底 就這個情況 就是海床上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原本傳統的十字型尾多 它一定會超出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艦體的這個大小 就有可能會因此而卡到 造成這個尾多受損 然後另外它尾巴也有七頁的 這個車頁的這個推進器 那當然 這個東西是目前是一個 第一個階段初步推出的模型 可能是依照原先 就是我們開的這個顧問標 顧問標由這個國外的顧問 進行一個設計 設計之後提出來的 一個設計的模型 那這個模型我也相信 也許有可能 我們這個潛艦做到最後 就是說做到 真正在建造的時候 不見得是用這個外型 也還是會有修改 那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它這個外型 又有點像是德國的212 那也有點像是S80 那其實也有點像是日本的這個 蒼龍機跟青草機都有 所以就是說你大概也沒有辦法很具體的講說 它到底是拷貝哪一型 也沒有 就是說設計者其實應該是有參考了相當多的 柴電前介 那它有點像是從類滴型到液捲型的一個過渡型 也就是它不是完全類滴型的 但它也不是完全液捲型的 是在中間的這樣一個過渡型 也就是又有類滴型的特徵 又有液捲型的這個特徵在上面 所以嚴格來講 它應該是現在的那個 幫我們進行設計的這個顧問 參考了很多的柴電前介的外型之後 做出來的一個新的這個潛艦 那當然以目前來講 你說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現在其實是我們的現在的潛艦 由於我們本身 潛艦建造的過程中 它有相當多的困難地方 例如因為潛艦這個東西 你本身船的這個配重等等非常重要 要不然的話你有可能潛下去 就後面 對不平衡就會發生很多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它包括像它船身本身的壓力殼的這個加工 因為你潛艦本身要能夠下潛到 現在來說 柴電潛艦也需要大概下潛 大概300公尺左右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這個壓力殼的這個強度就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你這個建造潛艦本身的這個鋼板 也很重要 然後也就是說 壓力殼能夠做得出來的話 以目前台船來講 台船大概曾經在快二十年前 就是那時候剛美國提出說 要協助台灣獲得八艘潛艦的時候 當時的台船那時候是中船 中船他有做了一個乾隆的一個展示平台 什麼叫乾隆的這個計畫展示平台 就是他們把過去我們跟荷蘭買的潛艦 就是那個建隆級潛艦 他把兩個船段拿來進行一個組合 組裝說我們有能力做出這樣一個外殼 而且他那個組裝的那個外殼 他不是挑剛好是平直的兩塊 他是挑有弧度的那一塊 所以代表就是說台船他們展示的結果是 他們對於壓力殼的施工是有能力的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到一艘潛艦來講 不只壓力殼而已 他內部包括像電池的配置 裁電主機 還有他船的那個電動馬達等等 這些有些東西很多不是我們國內能自製的 要從國外引進那當然我們剛剛現在講說 現在你看到這個潛艦的這個外貌這個模型呢 他可能是依照一個我們最有可能獲得商員的部分 然後去把它綜合以後設計出來一個可能的外型 但是其實最後還是會因照我們是否能夠真正的獲得這些裝備 然後再成為我們這個潛艦最後這個決定的這個外型 不過從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以目前他這個大小大概2500噸到3000噸大小的話 大概其實比我們現在的海虎艦就是艦隆級潛艦來說還要大上一點點 我記得我們的艦隆級潛艦大概是2200噸到2500噸之間 就是他會比這個潛艦還要再大一點 然後那目前來說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AIP 也就是沒有水下絕技推進 但是你說後面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說在商員或者在技術獲得那個突破以後 再把它加裝上去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值得觀察下去了 那這個潛艦本身說真的 今天這個模型一出來 大家都要討論 他到底是像A 像B 像C 像D 到底是像這個日本的蒼龍 還是像這個清朝 都不太像 其實就是真的 那個文雅說的沒錯 都有點像 都有點不像 所以整體來說 這艘潛艦應該是我們外國顧問的這個顧問標裡面 所獨見創獲那個涉及的一個艦體 如果有人擋住你的路 你會作何反應用先來看 香港地鐵人很多嗎 這個民眾說地鐵的門擋到他了 他生氣 這個時候綠居然好客出現了 真的 綠巨人好客怎麼會出現在香港呢 我告訴你文雅 我們有時候趕地鐵有沒有 趕捷運 一看到門要關了 你會怎麼辦 不能下一班 你就讓他開走嘛 對你看你看你看 剛剛這個速度超快 你看衝過去 打開打開 我搬開 力氣真的很大 有沒有搬開 努力搬 用力搬 你知道這個動作多危險嗎 文雅 如果他在搬的過程當中 這車開了 這男的就沒命了 或把他卡起來就掛了 讓我們百事不得其解的事 你有這麼敢嗎 你不可以等下一班嗎 人那麼少 你力氣很大嗎 對不對 只有你一個人衝成這樣 當然 他是要被罰錢了 因為動作太危險了 大概折台幣要罰七千多塊 不過我想他應該 七千多喔 應該是付得起來了 但是我跟你講地鐵這樣子已經很危險了 如果是在半空中 你覺得怎麼辦呢 半空中飛機 我跟你講一個俄羅斯的人呢 從這個莫斯科飛往曼谷的時候 在飛機上這樣 你看他剛好真的被壓制了 因為他已經喝醉了 你知道嗎 結果咧 他是在一萬一尺的高空上發酒風 發酒風就算了 看到空姐就推他啦 然後幹嘛 看到乘客就要揍他 結果最後竟然ㄎ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你看大家都跑去壓制他 因為他被壓制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整個五花大綁在他椅子上 好像起來比較快 還是沒有用 因為他嘴巴還是一直在罵 嘴巴很那個就對了 虧他還是一位在莫斯科職業的麻醉醫生 對 不知道你是在幹什麼對不對 這實在太難看了 你知道他本來差一點點 在一萬一尺的高空上面 他會開那個門你知道嗎 開那個機艙門 如果真的被他打開的話 全部都飛走了 你知道會多可怕嗎 人都被吸走 對啊 難怪所有的乘客 寧願上去把他壓起來 綁起來 我們都不肯讓你做這種事情 對 實在太危險了 告訴大家 不要隨便在飛機上喝醉酒 太難看了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比較危險的例子 但有的時候咧 我們在等平礁道鐵路的時候 其實也要小心 為什麼呢 呼籲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在日本就有這樣一個男的 你看他在幹嘛 他要過馬路 你看他要過這個鐵道的平礁道 他在拿工具 鋸鋸鋸鋸 我鋸 我鋸 把柵欄鋸掉 他想過去 他本來要過去 他平交道擋住了 對 你看 就這樣把這個柵欄拆下來了 鐵路平交道的柵欄 是可以隨便拆的嗎 他把它拆掉 為什麼呢 你這樣過去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一台火車這樣過來 不是把你幹掉了嗎 但這個男的有話要說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從早上七點 我會擋在這邊 擋到七點十五分 我還過不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鐵路上發生了事故 所以那個列車暫時都管制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所有車子 都先堵在平交道外面 結果這個男的可能趕上班 他實在受不了 他就自作主張把那個鋸掉之後 就這樣開過去 當然看起來目前是沒事 但是你把他這個柵欄整個破壞掉 這個基本上是違反法律的 而且老實說 你怎麼知道 當你鋸完要開的時候 旁邊會不會有一台電車這樣過來 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就是如果碰到這種事的話 麻煩打個119 或是麻煩打電話去問一下 不要做出這種奇怪又危險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就是怎麼講 有些人就是應該要被那個 就是衝突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今天違規停在人家家門口 可能就會把人家撒 擋到的路了 對 你看 為什麼呢 你看撞 我撞 為什麼會撞上去 因為擋到我路是不是 對 他停在他前面 這台車出不去 因為左邊那台撞車的人姓張 然後這位張姓男子跟他老婆出門的時候 一看到你這台白色凱迪拉克停在我的車道站門口 我根本出不去啊 我打電話給你了 喂 請問一下你凱迪拉克什麼時候開走 然後結果呢 他說我要來了 我要來了 結果過了20分鐘才來 我問你如果你早上7點鐘要出門趕 我遲到了 那個對 熱鍋上的螞蟻 你明明就要開車出去 不來就是不來 那兩個人在電話裡就有吵架 我就撞你 給你教訓 對 結果你知道 本來左邊那台撞車的那台車 本來是理直氣壯 後來變理虧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的老婆呢 先把凱迪拉克四顆輪胎刺破 刺破之後 你看人家要過來 我要開走的時候 一看到我輪胎刺破了 大家會跟你吵架嘛 結果他的先生受不了就撞車 變成這個撞車而理虧 因為呢 其實有時候氣歸氣 有沒有 但是你刺破人家輪胎 你刺破人家輪胎 不是讓人家也開不走嗎 明明是人家出在先 結果你刺破人家輪胎之後 人家車也開不走了 結果你又撞他 就變成你比較理虧了 所以有時候呢 這個小不忍則亂大謀 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 平心去忍耐一下 比較重要 今天俄羅斯舉行閱兵 每一年俄羅斯閱兵的時候 都有亮點 2016年有女兵 2017年 2018年 首次亮相的武器當中 還說都經歷過戰場的淬煉 2019年 亮點是什麼 今年俄羅斯 他每一年在5月9號 為了紀念1941年6月22號 到1945年5月9號的魏國戰爭 當然我們是稱為德蘇戰爭 他終於戰勝了納粹德國 以當時的蘇聯來講 他基本上付出了大概超過 2000多萬人的性命 贏得這場戰爭 可以說真的是贏得非常的 勝得非常的淒慘 所以每一年 從蘇聯到現在的俄羅斯 都會紀念這一場戰爭 那今年的這個閱兵 在台北時間今天下午三點鐘 在莫斯科的紅場舉行 那今年的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 莫斯科當地 今天的天氣不是很好 賣很重 所以他原先在預演中 有這個空中分裂式的部分 就取消了 像我們現在在鏡頭上看到 是阿瑪塔主戰車 這個阿瑪塔主戰車 他其實是俄羅斯 他們現在最新生產的戰車 而且他們未來 還要在車上裝置廁所 也就是說 他第一本身是一個無炮塔設計 他人都在車身裡面 然後那個 而且他未來這個戰車 他還要裝個廁所 可以待久一點 讓那個人員在車上 可以有更舒適的 一個作業環境 那這個是俄羅斯的 重型的自首炮 剛剛前面看到 是他們T7社B3 T7社B3這個戰車 它上面裝置最新的設備 包括新的彈道計算機等等 T7社本身 其實是一個舊坦克 但是你要能夠 因應現代的戰爭 所以他必須要在 他的偵測跟裝備上 來大幅加強 像這個就是前一陣子 金小胖試射的飛彈中 可能參考的 俄羅斯的原型飛彈 叫伊斯坦達爾 他的本身的飛彈 我們那天也跟觀眾介紹過 它是短程的 而且它可以再進行 閃過美軍的連擊 對 可以閃過美軍攻擊 那這個是俄羅斯的防空飛彈 這個是三毛矩飛彈 其實它這次不只展示了 這個三毛矩飛彈 其實它這次還展示了 整套的S400防空飛彈 因為S400防空飛彈 它現在包括未來 可能要賣給土耳其 而且已經賣給中國大陸 但是賣給中國大陸的部分 之前由於整個S400防空飛彈系統 裡面來說的話 它其實有包括短中長程 它最長程射程達到400公里的飛彈 目前還沒有完成量產 而且是由俄羅斯部隊率先配發 所以這次它是展示了S400防空飛彈系統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鎧甲防空飛彈系統 就前一陣子不是有個新聞 在敘利亞被以色列飛機 給猎殺成功的開打飛彈防御系統 這個就是S400防空飛彈的 長射程的飛彈的部分 S400我們講到 它的其實不僅僅只有一種彈 俄羅斯的防空飛彈系統非常特別 它不是說像美國來說 美國愛國者就是一套雷達 針對一種彈 然後它可以涵蓋 多種不同的射程 但是俄羅斯它其實看起來比較麻煩 它的射程來講 它有包括低空 中空 高空 短程 中程 長程 好幾種彈體來應付不同的威脅 那當然像俄羅斯來講 它其實在今天地面的裝備展示中 還展示了包括你看像YARS 最新的機動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 然後它本身當然 如果說你以車輛大小來看的話 YARS的話大概是8軸16輪 之前金小胖展示了火星15 是9軸18輪 但是其實當然我們相信 俄羅斯的飛彈的發動機的性能比較好 它可以進行 我們講到飛彈可能做得稍微緊緻一些 然後射程其實比金小胖的火星石 更厲害 那當然本來今天還應該要空中分裂式 我們剛剛從廣角的場景可以看到 今天賣很重 俄羅斯人很有意思 它天氣不好它真的就不飛了 像這個是閱兵開始的時候 它會用這一輛當年在戰爭中 可以說非常重要T3485這個戰車來打頭勝 那其實後面有一系列的各個的方隊 包括像裝甲車 然後裝甲車有四輪的 然後八輪的 然後還有各種的包括像裝甲的卡車等等 可以說相當的琳琅滿目 那我們之前我們講到 它雖然說這次空中分裂式取消 但它前幾次有進行實際的整體的預演 它整個預演中 其實它這次的空中分裂式 有展出一種新的飛彈 空中是亮點 而且其實很嚇人 就是說它有一架T95轟炸機 掛載什麼 掛載我們看到KH-101的巡弋飛彈 KH-101的巡弋飛彈 據俄羅斯宣稱 射程多少 五千公里 會飛那麼遠 不知道 但是俄羅斯 其實他們的長久來講 他們並不竟然會在這種事情上 吹太大的牛 也就是說 它說了這個有五千公里的話 那想當然 越來好幾周 可能 對 可能大概我覺得八成的這個力量 不會差 八成 對至少我覺得八成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次就是說 美國要宣布退出這個 中程這個飛彈的這個協定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俄羅斯都不遵守 中國大陸也不遵守 大家都不遵守 很多國家都不遵守 那反而就變成說 只有我美國遵守的話 變成說我是傻瓜 所以其實我相信 事前美國大概早就已經得知了 就是說包括像KH-101 這些東西的這個存在 所以它乾脆退出 那同樣呢 既然這一次 美國也退出了這個 中程彈道飛彈 中程飛彈的這個協定的話 那俄羅斯來講 我也沒什麼好隱藏的 而且這個射程 五千公里的這個巡弋飛彈 說真的也挺嚇人的 拿出來給大家瞧瞧 那當然除了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剛剛看到 在這一次的這個閱兵之中 你可以看到 像俄羅斯的這個女兵的 女兵的一隊 女兵的一隊第一次也出來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之前他其實 他本身的這個一隊 都還是以男生為主 那這一次的那個一隊 他其實在最後面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整個閱兵的畫面中 他最後因為 就是空中分裂式的取消 所以他最後整個一隊 做一個隊形的這個表演 把那個原先 空中分裂式的時間 把它填補進去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 俄羅斯空降部隊 換新槍了 換什麼新槍呢 他換最新的那個AK-12 AK-12 其實你可以看到 過去俄羅斯的這個AK 就是卡拉西尼可夫 那其實可以說是 俄羅斯最有名的一個槍 AK-47 大家都認識嘛 對不對 甚至還有兩個國家 把AK-47 弄到國際上面 他其實就是1947年 研發成功的一款步槍 他之後呢 基本上來講 AK-47沒有太大的改款 雖然後面 變成有一個衍生型 就改良型叫AKM 但一直到 第一次的大改款 到什麼呢 到1974年定型的AK-74 第一 他把這個步槍的這個口徑 從7.62 縮到5.45 然後之後呢 其實AK-74 一直用到現在 而且是在那個俄羅斯的這個部隊中 非常大幅的使用 但是AK-74跟AK-47 你看到AK-74跟AK-47 不要以為它是同一把槍 其實它是兩把不同的槍 然後那個AK-74 防火帽也比較長一點 然後它的口徑小 但這一次的大改款 AK-12是AK-2012年的意思 所以更小了 更新 口徑更新 其實口徑 它當時在射擊規劃的時候 就有兩種不同的這個槍管 它主要呢 其實基本的這個基礎設計 跟原先的AKM或AK-47 它來說 還是蠻類似蠻接近的 但是呢 為了新一代的這個 射擊的需求 它比如說包括對槍機做了改良 甚至於像以AKM AK-47 AKA其實來說 它呢 只能夠給正規的這個右手 那個射手用 因為它呢 發射的時候 它子彈會從這邊彈出去嘛 但是它新的這個槍呢 它其實有做一些設計更動 也就是說 它呢 可以讓射手去選擇 你是要左邊拋殼 還是右邊拋殼 所以比你說是左撇子 右撇子都可以使用 那這是它的這個新的這個設計 而且整個槍的這個外觀啊 還等等 都因應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包括 這種特戰的這個需求啊 把它這些包括像護目啊 那個槍的這個外殼啊 等等 都做了全新的這個設計 所以未來啊 我們會看到 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AK-12部槍呢 進入俄羅斯的部隊服役 稍後回來又有渣男被起底了 這個YouTube自己拍影片哦 當時她是下藥 車去騙別的女生 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 她撲出來要大家小心 同時希望其他被害人也能出來指控 沒想到真的有人跳出來控訴 而且就是她的粉絲 她說兩人因為影片打上線 對方開口邀約 一開始都沒有預舉行為 慢慢讓她卸下心房 沒想到卻是噩夢的開始 被害人指控對方一次用混酒灌醉她 在為毒品迷奸 自己完全斷片 誇張的是 醒來後對方才承認 自己有女友 痛批她 太惡劣 忽滿被下藥迷婚 被迫發生性關係 被害女子打算集結更多受害人 一起提告 要讓這名YouTuber付出代價 好 經過調查這個YouTuber呢 原來背景是酒店少爺 如果混過酒店的話 他一定很了解 怎麼樣叫酒店小姐 對男人這些火山哨子 一直不斷一直扒皮拿他的錢 還有混過酒店的話 應該很了解 怎麼玩弄酒店小姐 這是我第一次 看到人家YouTuber 承認說 他用要來性侵別的女人 他自己拍 對啊 變態 對嘛 第一個嘛 第一次嘛 這個人 而且他自己起底 說意識 從酒店少爺 到幹部 到副店 到經濟 所以他一路而來 就是混在酒店嘛 這麼高調 對 那酒店 我們就知道酒店都是 酒店都是一些巴皮妹 早期都有一些巴皮妹 看起來啊 對啊 但是他現在 他是男生去巴女生的皮啊 包覆嘛 對啊 所以你要看 你要看 這一路走來 包括人家出來控訴嘛 你要看 他說 用開我的賓士車 拍的場地 都是在我們家嘛 對嗎 用我的錢嘛 他有說一句話說 男人不要靠女人養 但是他輸的 男人 他就是靠女人養嘛 就是人犯的 對 所以你要看 現在有很多的 很多的女性 女性出來控告他嘛 所以我想說 就男人齁 你今天齁 你今天有辦法 就是正常交往嘛 那你今天不要去下藥 那他為什麼懂得這麼多藥呢 因為 以前的酒店 做過嘛 你就知道 酒店做過齁 因為酒店齁 有一些經濟齁 都是用毒品 在控制旗下的 這些傳播妹啊 因為 有時候 你如果人家在包廂的時候齁 吸一些 吃一些這種咖啡包啦齁 這種會比較嗨嘛 比較嗨的時候齁 酒也喝得下去嘛 錢才會開啦 對 雜貌錢也才會開的啦 同樣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 他認為這些毒品齁 他對毒品 他是針拔的就對了 所以 現在煤片 你要看煤片 我們在吃中藥的時候 他都會教一個 那個煤片給你嘛 怕太苦 油到太苦 對對對 但是他現在齁 用這個齁 把這個 油都用一用 要做一個煤片 說一句什麼 我如果說一塊煤片給你吃 你覺得 不覺得怎麼樣 不覺得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都利用這招啦 所以我覺得說齁 這是不可恥啦 他現在 他自己 自拍以後 我知道 台中警方齁 已經 準備把他傳喚 因為昨天有到他的地方去搜索啦 但是他人不在嘛 那警方現在已經傳喚他道案說明就對了 纏對這件事 我們現在說的齁 我們這兩天常常在說齁 史上司法第一 史上司法第一 我們吐豪哥嘛 包括我們早上說的 跟我們 史上第一 我現在要跟你說齁 文耀 這個也是史上第一 什麼第一 我跟你說 這個齁就是齁 謝忻 謝忻鎮啦 他是台灣 薄皮酒店的教父 都會教出來就對了 都會教出來 你知道齁 我不知道你以前 在多年以前 你不知道怎麼接著電話說 你現在在幹什麼 有啊 你先給你安排一下 你最近好不好啊 想跟你交朋友 對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 經常接著電話行銷 對啊 我有時候在車上接著 就在我母子的旁邊 我就說 我不認識你啊 對不對 你認識我嗎 你沒有在的 你就這樣說啊 對啊 尤其他人也不認識 我們說實在 你如果可以開港沒關係 對 你開港他賣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謝忻鎮 他把這些機房 設在廈門 設在廈門 他都找一些廈門的妹 出來哭嗑 你知道嗎 亂槍打鳥 亂槍打鳥的時候 有一些都是酒店 提供給他的名單 我們酒店 有時候我們去的 去酒店的時候 我們都說哎 那個媽媽 說啊 陳大哥 你去哪裡高酒 我們去那些名片拿來 對 老家名片嘛 所以很多酒店 都有這些商人 或者是這些的名片 提供給他 這些人中的機會比較大 對 所以說 他現在就是在廈門 用一個機房 用廈門妹 來call這些客人 來call這些客人的時候 當他同意要來酒店的時候 對不對 他把這些訊息 筷子過來給台灣 你現在譬如說 我現在來酒店對不對 我來酒店 媽媽 我要找個小籃 我現在小籃就出來啊 那你昨天你跟我講什麼啊 怎麼樣怎麼樣啊 對不對 對不對 要離音外合一下啊 現在哦 他們一個方式 我跟你說 那才是高焦 他家裡酒店買就對了 我跟你說 各個漂亮 各個身材好 各個人言善道 這是基本的 對 我跟你說 他們一家最厲害 怎麼樣 我現在不就跟你食材了 我現在 食材了對不對 我還沒叫你給我買出場 我坐你坐到你歡喜 後就出去了嘛 出去了後 他要照進去就跟你說 文堯 不然我們明天 中午一起吃個飯 嗯 你知道嗎 嗯 他要讓你有戀愛的感覺 因為 我們真的說 很多工程師 他每天就是在研究 很多醫生 他每天就是在醫院 他對這個小孩不了解 他現在人家去酒店 他就暈船了 他就暈船了 暈船說 這個妹對我好像有意思 他哀上我了 他因為我吃飯 因為我吃飯 我現在約吃飯 也就是 哎呦 這種感覺 你咬什麼 你吃飯的時候 哎呦 你在做什麼啊 他真的喜歡我 對啊 我就是在做什麼 你喔 我跟你說 你不要經常去酒店 你不要花錢 花那些是冤枉錢 你聽怎麼告訴你 你的忙叔叔 這個女孩子 還要我生錢 還要我生錢 對嗎 見了兩三次面的時候 就開始了 就戀愛了 戀愛了 文堯 我們爸爸現在重兵要開肚 要多少錢 我跟你說 人在戀愛中 不會去想那麼多 多少錢 七十萬 七十萬沒關係 拿他拿他拿他 對嗎 現在又來了 我們弟弟出車 需要醫療費 要多少 十萬 十萬拿他拿他拿他 我跟你說 買了 拿到買了 他知道你沒了就對了 我跟你說 這個小人就失蹤了 這樣喔 拒絕往來 拒絕往來 這樣就拒沒人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這薛靜鎮 他把這些人 就是第一個重點 要讓你這個男生 有戀愛的感覺 然後讓你自己 從你的口袋 把錢掏出來 你知道喔 他都做 一年他帶多少 你知道嗎 七千幾萬 剝皮 七千幾萬 多少人 差不多兩百人 兩百人 他有辦法幫你 帶一億七千多萬 去台幣來喔 有來喔 我一個朋友 就在做醫生 外科醫生 你知道外科醫生 整天在抽出嗎 我只說一就對了 就配四百幾萬 去給補皮 要把四百幾萬 加在 是我叫人去拜託 去找找找 四百幾萬 可以拿回來喔 拿回來 你看看後面的實力 很難 對啊 你後面沒有實力 人要拿回來給他 所以你看 兩百人 有辦法炸到一億七千多萬 有厲害嗎 厲害 有厲害 他好像扣五斤酒店 台北市五斤酒店而已 他有辦法詐騙這麼多錢 你知道嗎 而且喔 我跟你說 他去用 他去用破貨的時候 四百萬狗捕 四百萬狗捕的時候 你說狗捕了 對不對 我這拼了 不知道拼多久 錢逃去大陸 錢逃去大陸 我跟你說 主席不信 啃兩岸你知道 啃兩詐騙案 有沒有 整個都送回去中國 你知道嗎 他送回去中國的時候 我沒緊 走回來台灣不行 他那時候 為大陸 還偷渡回來 台灣去祝秀 他去祝秀的時候 我們說 我剛才說 他創下史上很多個第一 第一個 被告最多 他裡面的酒店 他的幹部 全都咬起來百多的 被告喔 我還沒看到 有一家喔 按照發達八到百多的喔 再來呢 再來呢 球星最多 他去用球星喔 四百多個詐欺喔 都詐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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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累積啦 你看喔 四百幾的詐欺喔 四百幾的詐欺喔 四百幾的詐欺的時候喔 四百幾的詐欺喔 大家聽說 合併執行八年 一定累積在那邊 不好意思 醫科罰金 史上最高的醫科罰金 八百多萬 就不用關乎錢就好啊 對啊 因為為什麼 他每個星期 就四到六個月 醫科罰金嘛 對不對 他沒超級六個月嘛 所以他不用關的嘛 所以你看 到目前為止就對了 還沒人醫科罰金喔 除了這麼多 八百六十四萬 貢獻很多 對啊 所以你看喔 這個人 這個人 開始 他 把這些 這些薄皮裡面的材料 台灣所有的酒店 就開始 用這個 中國也在學耶 對啊 對啊 我會說 蝴蟆 蝴蟆 我會說蝴蟆 這樣 蝴蟆 因為為什麼 他以前蝴蟆 塞 雞蟆嘛 所以他塞雞蟆 這些蝴蟆 就對了 這大行 大家就這樣 對一下換錢中國人 對啊 大家就這樣 如果剝皮中國人 還要剝皮台灣人 你看 很多 台灣人 去蝴蟆就有酒店 蝴蟆的酒店 很豐盛 所以他 我跟你講 這個人 是算智慧性的 而且有頭靠 所以我們這兩天一直在說 史上第一 史上第一 他正經也造成司法史上 多項第一 蜜桃成熟時這個三級片 捧紅的李立貞 應該很多人有印象 不過李立貞的感情路 他專門走挑 那個特別難的 他又當小三 不過到後來他沒有修成正果 不過先來看到 李立貞也有印象 這本土劇 八點檔本土劇的演員 男的 被控告說 玩三批 對老婆家暴 這個其實對於 他個人的知名度 殺傷很大 我們常常講 藝人藝人 藝於常人 為什麼 因為藝人是非多 新聞多 風波多 那可是呢 說來說去藝人 也還是人 就是他藝於常人 所以呢 這個陳冠玲 最近就飽受這個 是非之苦 為什麼 他好朋友 叫陳光潔 陳光潔呢 也是個演員之前 曾經拍過電影 大尉 那他呢 跟陳冠玲兩個呢 本來是好朋友 那還講說 一起經營泰國的 那個佛牌的生意 可是做生意 做著做著 大概因為合不來 然後有什麼意見 兩個糾紛 就不歡而散 鬧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這個陳光潔呢 就越想越生氣 直接就在自己的臉 上開直播 就開始罵陳冠玲 就講說陳冠玲 你是什麼咖 人家已經是一哥了 你說他是什麼咖 就罵陳玲 你是什麼咖 然後去酒店 沒要好錢 然後就講說 你女人弄了多少次 但決定都不花錢 還要人家把你付錢 什麼講一大堆 那這個事情呢 甚至還指控說陳冠玲呢 跟他太太搞三批 什麼都講得非常的不堪 那人家陳冠玲 現在人家已經是 本土劇的一哥了 又帥 他三部 是在他個人臉 在臉書上 潑他的家庭生活 很幸福美滿 就是愛家 愛老婆愛小孩 要怎麼敢說 你陳光潔這樣 就這樣講一下 所以陳冠玲非常非常生氣 然後想說大家朋友 我先寄個律師信 給你一直講說 警告你不要再亂講了 結果陳光潔好時不時 看到這律師信更生氣 再開直播 就直接罵說 你們什麼女人都弄過幾次了 帶小姐帶書長幾次了 喝完酒喝醉酒 還會家暴 哇又把陳冠玲講了 陳冠玲這下真的是覺得 輸可忍 對 我忍無可忍 我也不願意再忍 所以陳冠玲很生氣 就告這個陳光潔 就一審下來了 陳光潔呢 因為你把陳冠玲講成這樣 你有證據嗎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你到底也會輸 所以他呢 就輸了陳光潔 被判賠要給這個陳冠玲 跟他太太謝忻五十萬 然後呢 還要登報道歉這樣 那全案可以再上訴 不知道陳光潔有沒有再上訴 但是只是說 這個碰到這樣的事情 朋友之間 原本是這麼好的朋友 好朋友才會一起合作生意嘛 做一做到後來 反而翻臉成仇對不對 還對簿公堂 所以陳冠玲現在說到這個 真的是 流年不離 對啊 氣死了 把那一哥的形象都受損 這樣怎麼行呢對不對 那講到這些 我們再講一講 講到 李立貞 因為這個李立貞 大家很漂亮 蜜桃成熟 好多年喔 對啊 你看他現在還是很漂亮喔 他前幾天呢 為他的一個新戲做宣傳 那出來 那記者呢 就忍不住要問他 輝煌豐富的情史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李貫征 最後一任 就我們大家知道那個男友叫 潘元良 是有父之夫 有母的啦 人有母啦 那李立貞跟他在一起糾纏很久 分分合合很久呢 那個男的呢 前一陣子 娶了一個小十七歲的嫩妻 結果李立貞一心還以為說 我們兩個分分合合 又不是第一次了很久嘛 我們在一起相識了這麼多年 又曾經經歷過 沒有革命情感啊 怎麼結了婚了 新娘不是我 你就要情何以堪啊 就要心了好難過 他就跟媒體講說 我那時候他結婚的消息傳出來 我看報紙我才知道 原來他不要我了 這個話講得很心酸 然後記者要再問 李立貞講說 不要問我不要再問 再問喔 喂 憂鬱症就要走起來了 不要再問了 真搬過 不如不要再說 不如不要再說 那講到李立貞 人漂亮 是非就多 桃花就多 那其實李立貞跟那個潘元良 音樂人 他很小時候就認識 你看這個潘元良 就是音樂才子嘛 那時候他們在一起合作一個戲 認識的 因為潘元良做幕後的音樂這樣 那李立貞就好崇拜他 可是呢 崇拜沒有任 因為人家潘元良 有母啊 有家庭 那李立貞那時候也 還年輕也不能怎麼樣就算了 後來呢李立貞又嫁給音樂人許願 你看這個許願這樣 因為許願長得很有個性 所以呢 香港人都講說 他們這是美女與野獸的組合 對 那李立貞跟許願結婚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懷孕了 代求當新娘 然後呢 許願跟他結婚四年之後 因為財務狀況很不好 因為他投資失利 那李立貞呢 就跟他離婚了 離婚之後 後來李立貞呢 又認識一個男朋友 跟他住在一起 可是這個男朋友呢 天天跟他吵架 那跟他住在同一棟大樓裡面的呢 有個髮型師叫馬桂燦 馬桂燦夫妻啊 家裡也住下面 李立貞就住樓上 然後呢 因為大家都是都認識嘛 所以李立貞只要跟男朋友吵架 就跑到樓下 咚咚咚咚咚 跑去跟馬桂燦夫妻兩個訴苦 這樣說 我跟你講我男朋友 多爛多爛 氣死我了 他嘴碗還跟我吵架什麼 天天去那邊訴苦 訴了快一年的時間 這個馬桂燦很妙 就天天跟李立貞講 人家是勸和不勸李嘛 沒有 他一直跟李立貞講說 你那個男朋友那麼爛 分手好了啦 不要再跟他在一起啦 勸勸勸勸 勸久的時候 李立貞 真的就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分手之後呢 就跟馬桂燦在一起了 馬桂燦不是有老婆嗎 對啊 然後老婆知道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氣得要死啊 因為他們後來交往三年的時間 你這個樓上這個鄰居啊 天天下來 跟你男朋友吵架 天天來問我們夫妻兩個 我們阿嬤就要開伯了 開伯了 開伯了跟我們老公家來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老婆很生氣 可是有小孩啊 然後那個馬桂燦 那時候迷戀李立貞 那個蜜桃啊 咬下去鮮嫩多汁多可口啊 怎麼捨得放棄 所以迷戀李立貞 迷戀得不得了 那那個馬太太就覺得說 我為了成全丈夫 我忍耐好了 欸更過分的是 馬桂燦講說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把李立貞叫過來 我們一起住好了 三人同住一個屋簷下 這個馬太太既然也好欸 因為為了顧權 因為小孩還小 才八九歲嘛 然後呢 這個後來呢 那個這個馬太太太 就是忍無可忍 一年之後離婚了 離婚之後 他就出了一本書 就大肆爆料 說我告訴你們啦 我覺得太過分了 這李立貞到我們家來以後 我老公要求說 我們要三人行 然後呢 這個李立貞 胃口很大 一個禮拜要炒飯五十幾次 真的胃口很大 一個禮拜五十幾次 一個禮拜要炒飯五十幾次 他太太在書裡面這樣講 炒飯五十幾次 真的這個馬先生 要蓋得住 腿都軟了 對 他說然後呢 非常的荒誕不羈 甚至他跟我老公炒飯的時候 還叫我九歲的小孩 在旁邊看 這麼變態 觀摩啦 才九歲 才九歲就要觀摩 他說然後李立貞呢 就喜歡吃藥 開性愛趴 然後呢 這淫亂的不得了 他實在忍無可忍 受不了 所以他決定離婚 再也不要看這樣子的生活 跟這樣子的日子了 記者又問說 那你出書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為了錢啦 因為我覺得李立貞太過分了 我要出這書 全部爆料 讓全香港人都知道 李立貞有多壞 然後我可以賺錢 做理事我可以賺本稅啦 對對 只是那時候 在香港沒有彈話性節目 他沒有辦法上節目去講 不然會賺更多 好啦這一講 那李立貞和馬桂燦呢 這個私生活 亂七八八的生活 就被爆出來 李立貞形象嚴重受損 後來呢 當然就沒有後來 後來結果就兩個 還是分啦 那馬桂燦 後來被人家看到什麼 得了癌症了 那個胃割掉一大半 記者在看到他的時候 整個人瘦到皮包骨 這不知道是人家說的 什麼英國 還是什麼外 反正很慘 好啦那李立貞結束了 跟馬桂燦的這個 不倫之戀之後呢 那怎麼辦呢 他又重逢了潘元良 那當然潘元良 那時候還是有家庭嘛 李立貞可以跟潘元良在一起 那兩個分分合合 你想想看 他從那麼小十幾歲的時候 就認識潘元良 到後來四十幾歲 那兩個重逢 兩個在一起 又好好換回 因為潘元良最後 真的離婚了 李立貞好高興 他離婚了 我終於等到了 好開心 沒想到 對 離婚了 可是娶的不是李立貞 是別的 小他十七歲的嫩妻 那李立貞當然情侯 你看 我跟你在一起 十幾歲 我認識你 我等你等了這麼多年 我到現在 終於好不容易等到你結婚了 結果 新娘不是我 哇 我現在他心裡很多圈圈叉叉 人貴他在想說 不要再問他 再問他問下去 憂鬱真都犯了 怎麼蓋的 中國這棟大樓是有三百多間的違建 能住人嗎 怎麼蓋的 不過先來看到 中國拆房子的新技術 日本網友看的都說他們受不了 是稱讚呢 還是覺得很糟糕 你知道嗎 中國不是很多豆腐紮工程嗎 但最近流行一種拆物很快 但是有時候拆一拆 可能不小心就出問題 像這個你看高架條 欸是塌掉了嗎 哇 這個影片流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快嚇死了 為什麼咧 欸我們真的看到 感覺是那個高架條整個塌掉了 有沒有 哎呦 太可怕了 所以這個是厲害 這是公安意外嗎 不是 對其實呢 後來網友解釋 他說那個其實是 怎麼樣 就一節一節 他其實在拆那個水泥的那個 運輸管 他真正新蓋好的 其實就是你前面比較近的這一塊 但是因為你乍看之下太可怕了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在日本瘋傳 大家都說 你中國的這個感覺好像真的 不太安全的感覺 當然最後網友事宜之後 大家說這只是拆除 你們不要太擔心 只是看起來很精熟 不過話說回來 雖然剛剛那個看起來很精熟 但是真的有 拆除工程拆到一半的時候呢 差點發生人命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你看 他拆了 大家常常看到說 一個大人要拆掉 變這樣 一下子這樣 煙塵整個起來 到這邊了 旁邊公車站 還有那個人 全部都跑 其實呢 如果在美國拆樓 就不會這樣 你看他拆的時候 可能那個炸藥還什麼 沒有弄好 他整個塌下來 是整個成90度 整個趴下來 所以呢 整個煙塵這樣四散 然後石頭亂飛 再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一定出事 真可怕 我們這樣看起來好像 世界末日要到了有沒有 你可能會飛彈打到 那種感覺有沒有 對所以呢 他其實是真的在拆訪 但是沒有計算好 拆到一半 攔腰折斷 就變成這種狀況了 所以呢 呼籲大家 這個沒有那個技術呢 不要這麼隨便做 太恐怖了 但是豆腐渣工程 無處不在 為什麼呢 因為偷工減掉很可怕 有一棟樓就這樣子 有一個男的呢 他可能因為憂鬱症 他就跑到這個上面 去看風景 幹嘛想不開嗎 怎麼會下去了 掉下來了 好可怕喔 他就很不幸 那是怎樣 你仔細看 是自己跳下去的 他其實在旁邊看風景 但是那個地方的水泥塊 不知道為什麼 就碎掉了 自己脫落了 他就直接從上面這樣 掉下去 就發生了不幸 你知道嗎 所以這真的典型的 豆腐渣工程 明明應該沒事 他沒有跳耶 他就是整個這樣碎裂 就這樣下去了 對 太恐怖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提醒大家 這個動作呢 是蠻危險的 也不要隨便站 但這個男生真的蠻不幸的 話說回來 我們在看到中國 很多豆腐渣工程 這種我們也會覺得 很膽戰心驚 但是呢 其實有的時候呢 你在管理住宅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為什麼 在湖北的武漢來看 這個集合式住宅 有沒有看到 這麼多 你這樣看 感覺不說違建在哪裡 我告訴你在中間 有沒有 中間 那個中間原來是夾縫巷子 結果他蓋了空中違建 他把它自己接起來 對 他不但自己接起來 而且很多都是那種鋼板 就鋼骨這樣 隨便弄兩個 然後這樣搭一搭木板 他就這樣兩百多間 然後呢 你從外觀來看的時候呢 其實 你還就看 奇怪看不太出來 但仔細一看 我快嚇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鋼筋水泥 你知道嗎 搞不好隨便一個震洞 或是隨便一個什麼 就垮了 你就掉下來 你看完全懸空 完全懸空 哇賽 這種房子叫我住 我真的覺得太可怕了 而且呢 你知道這種違建 竟然有兩百多戶 還有人出租 一個月大概六百塊人民幣 所以很多人就住這邊 造成了嚴重的公安問題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後來 當然被檢舉太多次了 萬一火災怎麼辦 你全出入口都有問題 對 那這個太恐怖了 所以呢 後來才決定把它拆掉 但是他就說 你就是因為怠惰太久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看到那麼久 都還沒有拆咧 把人民的姓名擺在哪裡 對不對 但是不是只有武漢 重慶也有這樣子 重慶這個不是違建 但是呢 裡面是違建 我要來解釋一下 外面這個叫空中走廊 對 它位在高度 會在八樓到十一樓 不然是連接這兩戶的通道 有沒有 但是你有沒有仔細看 這戶怎麼有窗簾啊 感覺起來好像有人住了 所以走廊不能走了 變人住的 這個就怪了 所以呢 告訴大家說 這個東西真的房東呢 他就乾脆把這個拿來 做利用的空間 反正你可以從這邊下去 你可以從這邊下去 沒有關係 這邊就讓我來賺錢好了 結果呢 真的有人敢住在這邊 老實說 這種設計 對不對 那叫你住在這中間 萬一那個重量不平均 或幹嘛的話 老實說也是非常的危險 這是跟公共安全有關係的 但是這還不是最誇張 最誇張來看這個 河南正中 這個四合院蓋起來 古色古香 有沒有看到 文堯好漂亮喔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他在幾樓啊 他在四樓樓頂 為什麼 樓頂為什麼出現四合院 我們覺得很納悶 你知道嗎 這在河南正中 結果原來是什麼呢 這個是財團的招待所 這個地方呢 就是那個財團的總部 樓頂蓋了這樣的四合院 古色古香的招待所 古色古香 但是你要知道 像這種樓啊 他基本上呢 沉重的重量是有限的 你蓋這麼重 在上面 結果最後是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你以為拆掉了嗎 沒有 只是罰款 這個就引起民眾議論紛紛 為什麼呢 你這應該拆吧 你只是罰款的話 那是不是因為這財團的勢力太龐大 我們不得而知對不對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蠻可怕的 但是在北京的這個違建呢 就比較沒有像這個鄭州的這麼厲害 為什麼呢 你看北京這個違建 還沒有被拆之前 你們看到空中花園耶 我們戴哥喔 這個地方叫做人際山莊 這個人際山莊 你看高樓樓頂高 蓋成這樣的空中花園 好漂亮耶 對不對 但是大違建 超級大違建 而且呢 這個屋主在蓋的時候呢 他還改了管線或幹嘛 造成整棟大樓的漏水 居民早就已經受不了了 然後呢 很多人看到這個 就把它當作什麼呢 戲稱它是花果山 為什麼住在裡面的是孫悟空 然後感覺是那個花果山 三大王的這樣的感覺 好 結果後來呢 北京市公安看到了 決定雷利風景來拆 但是你知道拆多久嗎 拆了半年 還沒有拆完 拆了半年 只拆了八十趴 拆不動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呢 後來呢 當然變成廢墟啦 那這個東西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中國這種違建 到處都有 好像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但是呢 不論如何 居住外景還是很重要 我們在這個部分來講呢 不論是哪裡 都要去注意這個問題 是不是又是人類的傑作 讓綠蜥龜 只能在機場跑道上面慘膽 還與搜其無奇不有 就像鮭魚回游一樣 雌性的綠蜥龜 有回到出生地產卵 養育後代的習性 不過從網友分享的照片中看到 這隻母的綠蜥龜 竟然在機場跑道上產卵 他是不是記錯回家的路了 原來他的沼澤地老家 早就被馬爾地夫政府改建成機場 所以在天性之下 綠蜥龜只能在機場下蛋 不單只有這隻 機場跑道周邊 經常有數百隻綠蜥龜返鄉產卵 因此不少民眾抨擊政府 肆意破壞綠蜥龜的棲息地 不過好在這不影響他們的健康 而且在相關人員幫助下 他們也順利地返回海洋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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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次